教你用剪映制作多边形开场效果 保存此素材 打开剪映 主轨导入人类素材 画中画导入保存好的多边形 放大画中画 跟主轨相同大小 点击混合模式 选择正片叠底 下课你学会了吗 教你制作人物互炫出场效果 建打开剪映 导入一直行走的南网 在一秒的位置点击分割 选中后半段 点击变速 速度调整为0.6倍 然后点击特效 添加综艺里的飞速计算和冲刺特效 点击滤镜 选择黑金 最后添加节奏感比较强的音乐 就这么简单 你学会了吗 打开剪映 挡入黑白场里的黑色素材 先加入音乐 字体使用超级战甲 收入画字 入场动画 选择弹弓 移动时间轴 输入太字 然后换行输入阳字 前面多有几个空格 入场动画选择空翻 移动时间轴 输入愈合 入场动画选择弹性伸缩 最后输入语字 入场动画选择弹入 接着调整每层字幕的大小和位置 进行排版 导出备用 然后导入拍好的视频 用画中画导入备用的字幕 放大堆积后 混合模式选择正片叠底 看看效果 将你制作文字穿越效果 学不会结尾有精修 打开简映 导入一张绿色图片 将图片时长拉至5秒 点击文本 输入想表达的文字 点击样式 选择一个喜欢的字体 并将文字改成红色 接着 选中文字 并在开头处打上一个关键针 移动时间线到3秒处 适当放大文字 这里系统会自动打上一个关键针 继续移动时间线到结尾处 双指放大文字 直到红色文字覆盖屏幕 然后导出备用 重新导入一段素材 点击画中画 导入绿幕素材 将素材放大与屏幕吻合 点击色度抠图 将取色器移到红色位置 强度拉到100 导出备用 重新导入一段素材 点击画中画 导入第二次的绿幕素材 放大素材与屏幕吻合 点击色度抠图 将取色器移动到绿色位置 强度25 这样就完成了 学不会的朋友 点击左下角 即可一键键同款 我经常说 我每一步活了一辈子 我认为我们是兄弟 因为你也做了 这样的人物 电车飘移太帅了 我来教你 不会飘移也没关系 首先找个电线杆 拍摄一个人走过去的镜头 再拍摄一个车开过去的镜头 打开简映 开始创作 导入拍摄好的视频 在人物即将走过电线杆的时候 点击新增画中画 导入车子视频 在车头到电线杆的时候 点击蒙板 选择线性 转动蒙板 放到电线杆那里就可以了 好了 看成品 昨天 这个视频火了 很多朋友问教程 这么重粉的我 肯定要满足啊 这部 今天它就来了 首先打开剪映 点击上方的开始创作 添加第一段视频素材 点击下方的画中画 新增画中画 选择第二段视频素材 双指拖动第二段视频 与屏幕大小重合 拖动第二段视频 至合适位置 双指向两边拖动时间轴 让时间显示最大化 注意 第一段视频结尾 与第二段视频结合处 就是咱们蒙板结束的地方 在第一段视频结尾处 将第二段视频进行分割 然后 在分割的前一段视频结尾处 也是第一段视频的结尾处 选择蒙板 点击圆形蒙板 点击反转 拖动蒙板 至合适位置 双指向内缩放蒙板 至最小化 点击右下方的对号 点击此处的加号 添加关键帧 然后 再返回刚才的蒙板 缓慢滑动时间轴 画面每动一点 可以调整一下语画 让蒙板更加自然 后面重复上面的步骤操作 就可以了 直至蒙板完成放大出屏幕 最后 点击右下角的对号 好了 来看一下效果吧 还没有学会的 可以收藏一下 边操作边看哦 这个老外快速换装视频 太炫了 我来教你拍摄制作 首先拍摄人物 跳出画面 换套衣服 再蹦拿出来 并扯一下衣服的一角 再换一套衣服 把之前的衣服 放在胸前扯掉 同时扯一下另一角 继续换衣服扯 后面以此类推 打开剪映 开始创作 导入拍摄好的视频 把人物跳出去 和蹦进来的片段 都单独分割出来 速度调到最快 这样就有闪现效果 然后 在人物拉衣服的这里 再次分割视频 换好另一套 准备扯衣服的这里 再次分割 并删除中间部分 后面的以此类推 好了 看成品 今天教你这样的 渐变效果 你一看就会 打开剪映 导入一段素材 点击复制 并把复制素材 切换到画中画 与主视频对齐 点击滤镜 选择牛皮纸 点击调节 选择按角 参数70 在画中画一秒处 添加关键针 在三秒处 点击不透明度 参数条为例 你学会了吗 教你制作这种 时空门穿梭 先拍摄人物 跑过去跳一下 再拍摄一个空场景 保存本素材到相册 然后打开剪映 导入两段视频 把第一段人物腾空之后 画面取除 选择画中画 添加特效素材 混合模式选择绿色 调整时空门的出现时间 移动时空门到人物位置 你学会了 教你用剪映 黑暗系调色 打开剪映 主轨导入人类素材 点击滤镜 选择黑金滤镜 点击画中画 添加纯黑色图片 点击混合模式 选择柔光 点击调节 将饱和度调到-50 下课你学会了 将你用剪映 制作萌摆旋转转场 打开剪映 导入一段视频 画中画里 导入另一段视频 双手放大至满屏 点击动画 选择向下甩入 点击蒙板 选择镜面 缩放蒙板至合适大小 在一秒位置 打上一个关键针 在三秒位置 打上一个关键针 点击蒙板 选择镜面 拖放蒙板 覆盖至满屏 将蒙板旋转180度 这样效果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用简映 用简映如何制作这种文字 穿越效果 10秒教会你 学不会结尾有惊喜哦 我们打开简映 先导入一张绿色图片 将绿色图片时长拉至5秒 点击文本 新建文本 输入想表达的文字 点击样式 选择测黑体 并将文字改成红色 点击文字 并在开头处打上一个关键针 拖动时间线至3秒的位置 将文字放大到合适大小 系统会自动在这里打上关键针 拖动时间线至结束位置 将文字放大直至红色文字覆盖屏幕 我们导出备用 点击开始创作 导入一段视频 点击画中画 新增画中画 导入准备好的绿幕素材 将素材放大和屏幕吻合 点击色度抠图 将取色器移到红色位置 并将强度拉至100 然后导出备用 再次点击开始创作 导入另外一段视频 点击画中画 新增画中画 导入第二次的绿幕素材 将素材放大和屏幕吻合 点击色度抠图 将取色器移到绿色位置 将强度调整为30 这样就完成了 赶紧去试试吧 学不会的小伙伴 点击左下角 即可一键键同款 举行Lag创意文字开场 首先保存字幕素材备用 打开显映 导入视频 首先将速度放慢0.5倍 选择喜欢的滤镜 使用画中画 导入保存的字幕素材 混合模式选择变量 调整好字幕大小和位置 复制视频 并切到画中画轨道 选中复制的视频 点击智能扣像 点击蒙版 选择线性 调整好蒙版线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 看看效果 教你用简映制作 蒙版旋转转转场 打开简映 猪鬼导入人类素材 画中画导入风景素材 选中画中画 点击动画 点击入场动画 选择向下甩路 选择蒙版 选择镜面蒙版 左小蒙版到合适大小 画中画一秒位置 打上关键针 四秒位置 打上第二个关键针 并将蒙版放大 使画中画完全录出来 将蒙版旋转180度 下课 你学会了吗 教你制作一脚踢出未来 拍摄人物踢一下 再拍人物向后导 然后打开剪映 导入踢脚视频 选择画中画 添加后导视频 调整视频大小 取出画中画的多余部分 选择蒙版中的线性 调整蒙版的方向跟位置 调整画中画出现时间 你学会了吗 教你用剪映制作无缝转场 来走着 打开剪映 导入一段视频 在汽车尾部出现的位置 点击画中画 添加另外一段视频 调整合适位置跟大小 点击蒙版 选择线性蒙版 旋转蒙版限制90度 并移动到汽车尾部位置 然后添加一个关键针 再点击蒙版 拖动蒙版线 跟随汽车尾部位置移动 后面不咒以此类推 直到汽车尾部移动到画面外 这样无缝转场效果就出来了 你学会了吗 再见吧 昨日的想念 如何制作人物出场定格介绍 打开剪映 导入视频 在想要定格的位置 点击定格 接着把定格图片切到画中画 点击智能扣相扣出人物 接着点击加号 导入素材库里的透明素材 点击背景 选择喜欢的画部样式 接着在画中画素材搭两个关键帧 在第二个关键帧畜将素材放大移植左边 最后点击文本 输入人物介绍 字体动画选择打字机 看下效果